房屋问题一直是香港的主要社会问题住得贵 住得小 加上市民收入增长追不上楼价升幅 一般市民即使不吃不喝也要超过20年才能置业 令社会怨气加剧 解决房屋问题 是香港政府的当务之急 今年两会期间 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说 香港住房问题有香港的历史 有香港的发展过程 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很大 但是总要有解决开始的时候 可见解决香港房屋问题刻不容缓 香港地小人多是学校教科书自小贯书给我们的概念 但是实上 在全港111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市区范围及以建设土地面积不足25% 其中用于住房的土地只有7% 在这7%的土地上 663万市民基在占地3.8%的私人住宅和公营房屋内 另外 69万市民住在乡郊居所 即低密度 只有几层高的房子 占据7%中的3.2% 在市区及以建设土地以外的75%土地中 約66%是临地 冠虫 草地和沼泽 6%被劃作农地和鱼塘地段 其余的3%是水塘 河道等等 由此可见 香港缺少的并不是土地 而是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土地 虽然香港土地的运用是城市规划委员会作最后把关 但是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政府在位的官员 或是政府委任的民间人士 因此土地的利用主要都是由政府主导 政府常挂在口边的是 房屋是面包 土地是面粉 香港的问题是因为面粉不足 所以面包不够 其实 我们还有很多的小麦 只需要将小麦磨成面粉 就可以做面包了 要将小麦磨成面粉 特区政府必先要克服三大难题 首先 香港奉行低税制 卖地收入是政府主要财政来源 所以多年来政府虽然不承认有维持高地价的政策 却无可否认确有这个传统 因此 公开拍卖土地时如果市场出价低于政府期望 政府会收回土地 在等市场反应比较理想的时候 代价而沽 政府为维持富房收入 必须限制放出市场的土地资源 调控市场的土地供应 利用物以刊为贵的经济定律 操控土地价格 这样虽然保障了政府负房的收入 却也令到地价及楼价高企 其次 香港有49.8%人口住在自治的房屋里 属于有房产阶级 他们盼望楼价不停攀升 个人财富能随之而上升 另外的50.2%人口租住在政府或私营市场的出租房屋 属于无房产阶级 他们却希望楼价下降到他们可以入市的水平 随可解决基本的居住问题 还可以赶上投资房地产赚钱的快车 一半人盼望楼价上升 一半人希望楼价下滑 而无论楼价上升或下跌 都会有一半人不满 在楼价大幅波动时 很容易触发到社会上一半人上街抗议 对社会稳定造成冲击 第三是香港土地的地权零散复杂 其实新界有很大面积土地可供发展 但新界大部分可发展土地都是私人拥有 而其中不少是没有投资发展能力的小业主 当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条例以公价收地以作发展时 由于收地赔偿金额不会考虑土地潜在发展价值 所以小业主总希望用各种对抗的手段 以争取最大的赔偿或利益 以致政府发展大计寸步难行 新界也有过千公顷土地 地权属于祖堂所有 灵活性很低 基本上是冻结了这些珍贵的土地 要解决香港市民的住房问题 一定要先从规划入手 再赴以行政手段 适度稳定地释放土地资源 同时可兼顾政府库房收入 我们就此提供一些短期及中长期的建议 如果特区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及魄力 相信能排除阻力 解决香港市民最关心的问题 以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 在短期方案方面 首先 政府应铲除新界概念 不应继续将新界的发展 全都先入为主地定造 乡郊居所模式 因为此举实在浪费土地资源 此外 可以将九龙向北伸延 逐步将九龙以北的土地 纳入都会规划范围 让它可以解开低密度 低高度的紧箍咒 这种做法 增有新九龙的先例可参照 1937年香港人口急速增长 港英政府把本来属于新界范围的理余门 观塘 九龙城 九龙塘 深水堡 荔枝各等 或为新九龙 1968年后正式将新九龙 纳入九龙 界限界不再是九龙与新界之间的界线 这原属于新界南端的整片土地归为九龙后 放弃了以乡交居所模式规划 改为采取高地积比的都会规划发展 为当时香港五分之一人口提供了居所 除此之外 政府可与乡以局相讨 仿效市区强拍机制 容许祖堂地在八成持份者同意之下 可以出售或转让 这些祖堂地大部分本事被规划作农地 处于平原地带 最适合发展为住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